跟那個所謂自由投稿的記者的話 是否是屬於相同的性質 如果有的話 那麼這個跟公民記者之間有什麼樣比較明顯的問題 可以你再驗伸一下 謝謝 謝謝 王大哥一問就問到一個很犀利的問題 其實那個當有獨立記者 所以剛剛那個蘇琳有講到一個蘇巡君 他為什麼是獨立記者 因為他以前是在聯合報工作出來的 他本身是受過新聞專業訓練 而且他跑的路線就是環保 他在報社就跑環保 就是自己出來跑 他等於你說跟獨立媒體不一樣在哪裡 他是沒有組織的 他不是獨立媒體像我們新透過是一個組織 裡面的記者你付他薪水 獨立記者他自己靠自己一樣 所以他跟誰合作 跟山州天下公共電視還有什麼 最近有一個那個是瘋傳媒寫稿 所以他就等於到處賺稿費 甚至他跟公共電視合作 拍一個節目 那都是他的收入 像這樣的獨立記者 在台灣目前成功了 大概是他最成功 可是其他很不容易 你想想看 我跟那個公民記者之間 好這是先講公民 獨立記者跟獨立媒體不同 跟公民記者不同 就是剛剛蘇琳也講了啊 其實我問過朱淑娟啦 他是他是覺得不大希望被他稱為公民記者 因為他認為我是專業的 這就很重要 他認為他是專業的 這公民記者好像就沒那麼專業啊 所以他不認為 假設這是個標準 但是那個有很多新聞講 裡面有一個公民新聞講說他去報名 而且他一定是贏的 因為他是確實是專業的啊 所以當他跟你們這些 可能不是這種訓練出來的記者 就比就成績就相對好 所以坦白講 這是有點界限 是有點模糊 我個人認為齁 包括獨立記者 記者都算是公民記者 簡單講他難道不是公民嗎 我們公民記者是比較廣泛的 就是我不依附哪個媒體 組織的記者 我都叫公民記者 只是你可能專業 新聞專業度比較高 或是說你可能在某個領域比較高 不同而已啊 我不認為獨立記者 就不叫公民記者 這是我的一個 沒有 王大哥這個看法 來回應一下 我聽聽這樣解釋以後 我個人覺得說 我們公民記者未來來講的話 比較容易施展特性 還是在多元的角度 無孔不入 其實 這個東西可能不需要太多的訓練 像你剛講的想要跑成一個像素淑君 這樣子其實不懂 但是以現在今天的社會 因為網路化的關係 會使得我們的多元一些 有機會在技術上呈現 另外一個就是說 事實上現在也是走向多元的價值 那你靠專業記者 不然他是專業 但是他的這個角度 不見得能夠多元 我想這個可能還是 我們這個公民記者 未來可發揮的空間 所以後來講的那個平台 到底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哪些醫院去認養 這個可能也是 讓我們的這種看起來 沒有組織的公民記者 可能更能發揮力量的一種運作方式 謝謝 謝謝 其實我完全贊成王大哥剛剛講的 因為那個 我其實我裡面應該不知道 有一個很快速跑過 沒有跟各位講 我覺得這跟那個韓信典兵 多多益善是一樣的 真的我覺得公民記者就越多越好 所以其實我是有一個發願 說 又未來啊 又說好一年班一百場 公民記者培訓 就是不斷培訓公民記者 越多越好 你說公共電視已經有七千多個 但是登記而已 到底看有沒有那麼多 真的去做採訪 那我們從基本的技術能力 先訓練 然後呢 就是說 其實我的計劃跟蘇林 要寫一本 公民記者手冊訓練 一些基本教程 那我們就 而且我們基本上是讓他 就很免費的訓練 也不用說他 講高的費用什麼上課這樣 重點是要培養很多公民記者 那這公民記者如果訓練出來很多的話 我剛剛講的那個韓亞 他因為他 這是我們可以用的方式喔 就是說 你來這裡上課 假設我上個四個禮拜 每一個禮拜一堂課 上完之後呢 不用錢對不對 他有義務 你至少去報導兩件事情 你來這裡上課 要報導兩個活動 那這樣不會不合理吧 我教你這個 然後你都不去採訪 那幹嘛來上課 那上完課你就去採訪一個 就說好了一個安寧生活的這種活動 還是什麼 報導啊 這樣我們是 我在訓練的過程 他就產生Nail 這是一個 另外 他也我們要怎麼辦法 讓他有一些認證的一個資格 讓他在採訪之後更 因為透過這個平台 他就變成說 應該比較認可 你不是一個個別的而已 我們不是一個什麼媒體組織 可是也讓他有一個認證的資格 他採訪的時候應該比較信任 他這樣的報導 才會被人家看到啊 所以我覺得真的越多越好 每個人如果都是公民記者 很多新聞我們就自己來報導 然後但是我們透過平台給他 很多人看到 所以真的 因為我們記者 例如說信號的記者很少 所以我常常想說 你不要把新聞稿丟給我 再幫你處理 其實太累了 要不然你就乾脆處理一個大陸形式 可以了 我就幫你發了 透過我這個平台 我就幫你發了 那不是很快嗎 而且我們可以 那樣處理 他在不同的平台 都有部落格 或是文章 我們公民記者要善用 所有的這種通路 我們不要說 只有一個 像我是聯合報 我就只能在聯合報發啊 對不對 對不起我是公民記者 我可以在信任局發 我可以在凡之發 我可以在哪裡發 我就讓我的那個觸角 告訴廣播 其實你不會輸一般的 專業記者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是我們 公民記者可以發揮 很大功能的一個機會 我就回答你這個問題 非常感謝你的建議 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 常常請 要不要先講一下 你是誰 我是林常榮 那問家老師 我剛剛聽到這個課 我記得我有一次 去公民記者的一個訓練影片 然後那個帥熊啊 他會講 他說你們喔 不要 我不會再聽她的 其他的